眾朋友你有保防疫險嗎 那麼現在隨著政策不斷的在修正 很多人就很疑惑了 當初保的內容跟現在的不一樣 那到底還能不能夠理賠呢 主要就是因為確診激增 所以政策是不斷的在滾動式的調整 所以民眾也很緊張 那到底我當初保的防疫保呆 還有沒有效 現在產險業就來幫大家解惑了 因為就問到說 如果變成已篩代格的話 那到底能不能夠獲得理賠金呢 主要的關鍵點還是在於說 有沒有隔離通知書 如果有的話 那當然保險還是會予以理賠的 如果快篩陽性就等於確診的話 那到底能不能夠獲得理賠金呢 那就要注意到了 有沒有這個診斷證明 如果有的話呢 當然還是可以 那沒有的話呢 就是不予理賠 那居家服藥的理賠住院 每天的保險金額會獲得多少呢 主要要看說 如果有醫師的治療 還是可以獲得保險的理賠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 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